联合国大会各国持续炮红俄罗斯 就连南韩总统尹熙悦也在大会上警告 近期普丁与金正恩的会面对地区安全已构成严重挑战 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中国代表 在讲台下如坐针毡 不过还是惨遭点名 俄罗斯似乎完全不甩各国谴责 甚至还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往乌克兰至少五个州的电力设备展开攻击 美国总统拜登结束联合国会议后 随后与妻子在白宫迎接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与夫人欧伦娜 针对战情展开会谈 拜登计划宣布新一波价值三亿两千五百万美元军事援助 其中包含海马士多管火箭 反装甲武器以及极数弹 停屋情义到底 但波兰总理近期表示 不再提供武器给乌克兰的言论 却引发轩然大波 认为总理言论遭到误解 波兰总统紧急出面灭火 避免盟友在联合国大会上显露出来的抗克团结 出现裂痕 不利援助乌克兰 三连新闻 新条报导 感谢非常感谢 总理 感谢 我们下集订 请不考虑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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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